哎呦 怎么有个 哎呀 他就晕倒在这里 哎呀你看小孩还在这里 小一次不如多一次 等于饿到你的怎么办 他那么可怜 可怜就可怜 我们要不认识他 要不就抱这个小孩回去吧 抱起来回去干嘛 我们养啊 不要你那么多事了 等等 真的是像 像人家说那种啊 偶然的什么之类的那种 你麻烦了 应该不会的 不要管那么多了 这么可怜你看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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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怎么小孩在哭啊 怎么回事啊 怎么小孩在哭啊 哎呀哎呀哎 哎呀哎呀哎呀 我跟你们说你们不要动啊 等一下 你们认识他吗 认识啊 所以说等一下 给你耳上你们两个 你们就麻烦了 他是你们村的吗 哎呀我不懂哦 我也是刚刚都这里看到的 没见过 没有见过就把它扶起来啊 哎呀 你不厉害啊 嘿嘿嘿嘿嘿嘿嘿 我跟你说东西啊你不要动你 不相信你这年轻人 等下他醒来了 讹到你就麻烦了 你懂不懂啊 救人一命 胜到七七八八啊 是不是 你看这个女的 那小孩哭得那么厉害 那怎么办 是也都是 我也不懂你 我是好心提醒你 你要抱你就抱吧 你看那么热的天气 这小孩在这里也不好啊 是不是中暑了 是啊 叫醒他再说 哎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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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气吗还有气吗 怎么都叫不行 有气哦 怎么就不行啊 哎 哎呦 怎么那是中暑上 我不管啊 我们要先走了 哎哎哎 哎 这个啊 这两个女人能反小 快快快我来 我来不小啊 来 我来那么厉害 我打电话给村长 对对对 快点 哎 别哭 喂村长 哎呀 我们村 这个浓点树底下 有一个女的 晕倒了抱着小孩在这里 那小孩子还一直哭 你赶紧过来看一下啊 啊 快点快点啊 哎好好好 哎呀 买女啊 快点快点 你给我起来一下 哎呀 哎呀 快快快快来啊 快来啊 快来 哎呀 怎么回事啊 哎呀 你到这里就看见她 晕到这里了 小孩子还哭得好厉害 哪里过来的啊 你不知道啊 我们也不认识啊 我看到还有没有信 你抱抱小孩往回走 哎呀 宝宝别哭 哎呀 啊 哈哈 晕晕 晕晕 怎么回事啊 美女 你干嘛啊 我好饿 饿 饿晕啊 嗯 你 你是从哪里来的啊 我是 过一朝六盆中 我被我抛弃了 家里没人了 逃荒来到这里 逃荒呢 哎呀 哎呀 那你还带着小孩 小孩哭得那么大声 小孩呢 在这里 在这里 抱着哪里 抱抱 哎呀 好可怜哦 是啊 要不爸拿纯朗啊 要不三妹 你把他带回去 然后给他粥点吃 我带回去啊 哎呀 哎呀 就鱼了 哎 春高啊 你不是 叫我买的吗 你不是认识 有那个有年轻微吗 你就帮他 介绍一个吗 哎呀 现在 他想吃东西啊 要不这样吧 你们帮我服务事啊 先带去我家去 你抱着小孩 我拿东西 来 起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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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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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被扶着用胳膊 哎 快点慢点 来 来 谢谢你们好新年了 那个粥也吃饱了吧 是啊 那美女 那你现在带着一个小孩 又无家可归 你要去哪里啊 哎呀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你这样流浪下去也不是办法啊 是不是 你看 现在又被前夫抛弃 小孩又这么小 自己又工作不了 这样的话 你自己不思不要紧 小孩还要磕奶啊 对啊 孩子那么小 你总不能带着了孩子到处去流浪 而且 让孩子 孩子挨饿吧 是啊 那你帮我看一下 哎呀 美女要不这样吧 我是这条村的村长 我们村呢 有很多那些 有为青年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帮你找一个好人家 就安心的在我们这边 过日子吧 对啊 没有 没有你 你没有一个男的在身边 是不行的哦 又带着孩子是不是 是啊 那人家会不会嫌弃我 你放心吧 现在中国三千多万的光棍 这个不要总会有人要的 人家很多那些啊 只要是个母的 人家都愿意呢 那就看看吧 那行 那我打电话给我们村的那个 叫他过来啊 稍等一下啊 哦可以 喂 小杰啊 哎呀 天大好事 你赶紧来我家门口一趟 对快点啊 快点啊 人过来就行了 好好好 哎 你就放心 相信我们村长 我们村长 是这条村 出了名的 好村长啊 全村都全部 选取他当村长的 快到快到来 村长 怎么好事啊 哎呀小姐你过来啊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你想不想要老婆啊 想啊 哎呀想要老婆就行了 哎呀 来过来 你看上 这个美女怎么样 这个 是啊 我有啊 结果宽的 都走啊 哎呀 小姐是这样的 这个美女呢 她是头宽过来的 被前夫抛弃了 现在无家可归 所以说 刚好晕在我们村口 那个龙眼树那里 是 刚才我把她救回来 太饿了 吃了粥了 哎呀 哎抱歉 怎么现在还有 这种老公呢 就是啊 太狠心了 小孩又那么小 从哪里都放过来 这么 贵州六盆水那边 哎呀 几千公里呢 哎呀 这么可怜啊 怎么办 如果你想要的话 就跟人家聊一下 如果人家愿意的话 你就跟她好好过日子吧 哎真好 我也没老婆 是啊 你再不走的话 你都四十好几了 再不走到时候 真的是要进我们村的低保护了 不至于 哎呀 那你们聊一下啊 哎 哎 美女你叫什么名字了 刚才我也忘记问了 我叫小青 小青啊 今天多大了 二十六 二十六啊 这个呢 是小杰 我们村的 今年三十九了 快四十岁了 比你大个十几岁 你应该不介意吧 不介意 只要他接受我跟小孩就可以了 那个没问题的 哎 你看小杰 你接受的话 马上就可以升级为老爸了 到时候你努力努力 再升两个 那不是可以传宗接待了 是啊是啊是啊 不过你愿意接纳人家 你要对人家负责 一定不能辜负人家 放心吧 你问他村长 知道我什么为人 而且还有小孩 你也要把他当轻松的一样 肯定啊 是啊 一定不会辜负他的 放心吧 我相信你的为人 才叫你过来的 对啊对啊 这个小杰呢 在我们村也是 大好人来的 平常时有哪个 娄奶奶过马路 他都推一把 哎不是 拉过去的 啊 还有的话 平常时那些 啊 娄奶奶收那个豆骨 他也去帮 是啊 揹上那个豆骨 豆骨的 自己家也重有十几亩 我相信村长 那相信就行了 那这个事情你愿意吗 我愿意 愿意是吧 那小杰 明天你就带人家去 民政局把证给领了 可以 让人家安心的 在这里过日子 正好明年是星期一 还说的也是 马上去办手去 那你就跟他回去了啊 是啊 跟我过去 我来 你帮他拿行李 你们家好过日子啊 知道了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反正他也是我们村的 隔壁家的也不许 隔壁家的很安静的 好吧 那我回去了啊 好 回去好过日子 对人家好点啊 谢谢 哎呀 这样也好啊 是啊 你们两个也是 该矿街就矿街去吧 到时候人家那个小杰白洗酒了 我们一起去 帮忙 对 你要不要去喝奶茶 哎呀 我就不去了 我等下还要去村委那里 盖个章 那行吧 那我们自己去吧 好好好